乌军多管魂炮猛烈射击吴东伐赫姆特战斗持续 在当地俄乌双方依旧展开激烈巷弄战 枪声炮击声不减短 The shutdown has been going on since 7am And for the whole day? It was nothing like this before Why do you still have this patience? Why did you decide to stay in the city? Because I grew up here and I will die here 事实上俄军不断对巴赫姆特加大攻势 更传出他们主要目的就是要包围巴赫姆特 切断乌军后方的补给线 进而控制巴赫姆特并达到夺下吴东的战略 同时这里战斗的俄军主力部罗格纳雍兵 冲办人普里格金亲自驾驶 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战 要他也驾驶战机 两人在巴赫姆特上空对决 赢的人就拿下这座城市 此外在吴东战事吃惊的同时 离难的巴赫姆特战斗的乌军 在伊尔平举行了告别式现场气氛 相当哀期 家人们送走这位士兵 他的战友也将永远面怀他 东西关于这种巴道